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光明 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单位的 胡庆鱼堂 留存最完好的百年药号 老药号基本都寻着前店后房的格局 前店受药 后房制药 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房带了50余年的老药工 如今后房已不再制药 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忠妙绝火 饭丸 丸散高丹是除了汤药之外 最为经典的四种中药剂型 其中 散只研磨而成的药粉 可内服亦可外敷 高 既指外用的高药 亦指经煎熬而得的高方 丹通常指由金氏矿物炼制的成药 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里 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食繁复 又因事宜吞服 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 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 为了批量制丸 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 饭丸 以水为美 仅凭人力 即能将细密的药粉 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万力 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竹扁是顽记成型的温床 必须平仗 细密 以致用水浇织 亦能滴水不漏 弦肘 刷水于竹扁的工具 以两年之上的冬竹编制 方够韧镜 方能均匀上水 竹筛 把握要完匀度的用具 筛孔必须等大等距 洗烈将巧手为止 只是如今 饭丸的器具除了表演 已很少有用武之地 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丸的需求时 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 对此 老丁从无怠慢 从药粉到药板 最如铝薄冰的是起膜 这个环节关系着饭丸的承担 这些随咸肘飞溅的颗粒 就是极具生长力的蛮际模型 起膜 起膜 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 细入编好的微妙关系 普通人起膜总是精心成量 但对丁光明来说 分寸满液全输任于心 药粉截入沙利 磨一成型 最耗时费力的饭纸即将开始 以水为粘合剂 使磨湿润 才能均沾药粉 饭纸巧用弥新力 让磨鱼粉均匀触碰 在回旋中预显圆润 一次次涂水 一次次碰撞 逐渐成型的药丸如被无形之弦牵引 始终逃离不出竹扁的方寸之地 是聚还是散 均在一念间 人药合一的末期 是修行五十年的功力 如同许多中药技一样 手工饭碗也已被机械化取代 一门手艺 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 行将泄墓 老丁并不探板 却已无人能妨碰他 选择铭记岁月 驻守时光 这是身为要人的本分 我在五千玉堂